这个真空压缩机呢是买给 iPad上玩的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的这个 里面是一方便 也要放一些线 这种物质重工具布机之类的东西 是一件非常大的空气炸锅 是因为我的朋友 他有一只黑色的猫 一个好朋友买了两个礼物 就是一人吃两个礼物 如果你没有这个壳子的话 比如说iPad要放着的话 我们现在来一一阐述一下 都买了什么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买给我的 圣诞节不是快到了吗 就是要准备买一些礼物 给家人朋友 我觉得就是这条视频的话 是可以就是说 如果你有打算要买礼物 给家人或朋友 在圣诞节期间的话呢 这个可以作为一条参考意见 当然了 你也不一定非得买这个礼物 给圣诞节 你也可以比如说 马上过年了呀 然后你也想给家里面 你一直搬一些东西的话 希望这一些东西可以给你一些些灵感 那我们就开始一件一件来说吧 第一件收到的是一个这种真空压缩机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 买的那个不知道放哪了我没找着 所以我就拿自己的这个来做个展示 它这个真空压缩机的话非常方便 比如说像去Costco买很多肉 你回来没有办法就是很好地保存它 这个肉的话 你是可以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放在那种压缩袋里面 然后再把它这样真空压缩一下的 所以这个真空压缩机呢 是买给小布他爸妈的 就是作为一个整个的礼物 给他们两个人的 所以这是第一件 给小布的爸爸买的是一个这个 Apple Pencil 或者是i Pencil 我不知道 因为他当时用了我的那个 Pencil以后 他觉得非常的好弄 而且他画画 如果有这个笔的话 他就是在iPad上画画的话 比较方便 所以买了这个 然后顺便给他买了一个这个壳子 然后你可以把笔插在这个地方 然后里面是可以放笔 还要放一些线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比较方便 然后呢 又给他妈妈买了一个这个Fitbit 这种这种击步器之类的东西 因为他妈妈一直之前用这个 然后用了好多年 但是那个现在就是 他跟手机同步有问题 所以就是他说了一句 然后就记得 就买了这个给他当礼物 然后呢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 但是我不打算打开的是这个 这是一件非常大的空气炸锅 这个大概是4.2升的一个空气炸锅 Air Fryer 它是这个TFO这个牌子的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他们可以用来在家里面做一些炸屋之类的东西 这个是买给他们 就是做义务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所以我给我爸妈也买了一个这个空气炸锅 在淘宝上是买的苏波尔的 但我怕就是买的太大 它没有地方放 而且其实也不是很多人在吃这种东西 炸屋的话 一家里面 我觉得两升的就够了 所以我就买了个两升的 我觉得三升和四升的那个太大 太占地方了 然后我就买的是一个墨绿款的 到时候等他们收到了 他们发照片过来给我 然后这就是给家人买的礼物 那么现在来说给朋友买的礼物 第一个是一幅这个画 这个画呢 是因为我的朋友 它有一只黑色的猫 它特别喜欢猫 然后我买的时候就是黑猫 黑猫紧张 不是就买了一幅这个画上面 带着黑猫非常像 它的这个猫叫做Yuki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黑猫的这个抱枕 但是还在路上 收到12月6号 12月16号才能收到 希望在圣诞节之前 能把礼物 就是及时送出去 这是给他买的这个 然后是给另外一个好朋友 买了两个礼物 就是一人是两个礼物 一个是这种 就是夜灯 你可以插在那个插座上面 它是带感应的 是带感应的 然后是这么样子 一盒是两个 非常的小 晚上的话就是 比如说你去上线索 然后你不想开灯 你只要走过去 它灯会自动亮的 这是这一个小的礼物 然后还有一个略略 大一点的礼物呢 这个当时我收到的时候 其实我本来没有 没有想着它会有多么的好 但我收到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给自己也买一个 它是一个 你看到这个能想到是什么吗 这是一个放iPad 一个板子 就是是一个支架 然后它后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 就是调节一下各种宽度 然后这么放 是这样子的 拿一下我的iPad 所以 当然我自己是有这个壳子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壳子的话 比如说iPad这样放着的话 它就是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这就是做饭呀 或者吃饭 干什么看个电视剧 在这个iPad上是不错的 稍微放低一点给你看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你还可以放菜谱 当然现在也没有人会看真正这只菜谱 所以你看到它这个两个小角的时候 它是当你有一个这样子的菜谱 你把菜谱放在这 比如说你要翻到哪一页 你要做这一页的这个食品的时候 它不是这个页数 它会这样子乱动吗 然后 它就可以把你固定住这个页数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去读这个菜谱 我就觉得哇 我应该买一个这个 总之呢 我就觉得还比较喜欢这个礼物 就是一个比较别致的礼物 就把这个菜谱收起来 而且它有中国的元素 它是一个蓝 然后一些中国字 然后这些是竹子的 我觉得不管从质地上来说也好 还是从设计上来说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 我在多伦多的一个好朋友呢 我给他也是买了两个礼物 第一个是给他自己的 是这个袜子 它里面有二十双袜子 它这个袜子的特别之处呢是 它有小动物 然后是猫 它也是有一只猫 所以我就给它买的这个 都是带猫的 哎呀我还挺喜欢这一双的 就很好看 它也是一个性格比较独特的女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礼物呢 应该还是比较深合他意的 所以就是装在这个袋里面 到时候送给它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我一直都没有拆的 只剩下一个盒子 我们下来拆一下它吧 哇这么大一点的 能给我装那么大一个盒子 我也是最了 这个 这个我不打开了 我把图片放在这边 它其实是一个猫舌 或者是狗的那种床 它撑开是一个鲨鱼状的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给它的猫 当做礼物 就是它有一个礼物 它的猫有一个礼物 所以就是买了这些东西 都是给别人买的 我有时候很难说 我是不是很喜欢圣诞节 但是呢 就是觉得 买礼物要花钱对吗 花钱又不是花给自己 有时候会有点心疼 但是买完礼物以后 会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就是你用心去 根据每一个人 不一样的这个性格 爱好 买到这种合适的礼物 就会很期待 给礼物的那一个瞬间 其实也不是很贵 所有的礼物 真的都不是特别的贵 主要是一个心意 对吧 你就是还是要考虑到 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这个性格啊 然后买不一样的礼物 所以如果说 这条视频 它给你一定的灵感 让你也知道 过节的时候就是有什么礼物 可以参考 可以买的话 那我觉得我还是很高兴的 至少就做了 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仅仅只是买东西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的话 就点个赞吧 我会不会给你带你带我来的